奥拉朱旺,未来他会是联盟第一人,他身上有乔丹的影子詹姆斯,虽然已经快34岁,但是毫无疑问,他仍是联盟的第一人,而第一人这个位置依旧坐得很稳,但是詹姆斯终究是人,终究会有老去的一天,那么问题来了,一旦詹姆斯老去,谁会成为联盟新的第一人? 蝉联三双的威少,杀人诛心的杜兰特,摆布穿羊的库里,低调奢华的莱恩纳德,还是三分后撤步独步天下的詹姆斯哈登,萝卜青菜各有所爱,各有各的观点各有各的看法,其中科比跟乔丹则曾认为马次队的莱恩纳德最强,他们对莱恩纳德的评价非常高,强如乔丹也赞叹过莱恩纳德的防守,他说道,如果莱恩纳德防守我, 我想要拿到高分还是很有难度的,能得到神的夸奖足以更明莱恩纳德的强大,但是,大孟奥拉朱旺却不这么认为,他表示道,在未来的某一天,联盟的第一人将会是字母哥,从他的身上我看到了乔丹的影子,他的球风,他的比赛,他不比任何人差,他的身体和技术都是顶级的,所以未来第一人将会是他,大孟作为NBA历史上, 最伟大的中锋之一,他的答案还是相对玄威的,的确,字母哥的表现,真的是越来越诈天了,本赛季字母哥场均能卡下26.9分10篮板,4.8助攻,以及1.5强段,他除了投篮差点,其他的能力都是顶级水平, 更为可怕的是,字母哥县,在才仅仅24岁,他仍然有很多的进步空间,一旦他的投射能力能提高一点,那么联盟第一人的位置,可能真的属于他了,你们觉得呢?